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第一点根本就是东北季风还是持续的影响 在银峰面的北部东北部地区来讲的话 还是属于一个应有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 中南部天气是比较好 但是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那么近海来讲的话风浪也是都比较强 要等到这个午后的时候才会逐渐的减弱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卫星图下面的说明 通常可以看我们桃圆上来讲的话 云比较多的地方还是在我们的 这个激动北岸东北角这边为主 这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么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讲是比较晴朗的 但是刚才也提到过了 日夜温差拉比较大 早说我们为朋友请记得保暖工作还是要做好 好 接下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模拟图 未来几天来讲的话 台湾持续就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天气来讲的话都差不多 都是属于一个北部东半部地区比较容易下雨 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稳定 但是日夜温差拉的天气为主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流场的变化 从流场也可以看到 主要都是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刚才也提到过了 这样的地方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为主 其他各地区来讲的话 天气相对都会稳定比较稳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雨区的预报 在未来几天的雨区预报也都差不多 大概都是属于这个北部东北部地区 比较容易下雨 那么其他地区来讲的话 天气相对比较稳定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温度的预报 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 在下周二之前高温大概都只有17、18度 地温大概在13到14度 还是比较冷一点 那么到了下周三之后来说的话 高温回升到23度左右 地温则是在15度左右 好 接下来看一下中部地区来说的话 未来一周的高温则是在23到25度之间徘徊 地温则是在14到16度之间 在南部地区来讲的话 未来一周高温是在24到27度之间 地温则是在17到18度 那东半部地区来说的话 未来一周高温则是在19到24度之间徘徊 低温则是在14到18度左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当明城的天气预报 北部地区是属于多云的天气为主 低温14度左右 高温则是在15到16度 中部地区多云到晴 低温13到14度 高温则是在20到21度 南部地区也属于晴到多云的天气 低温16到17度 高温则是在26到27度 日温则拉到有10度之多 东北部地区来讲的话 应有短暂的阵雨 低温13到15度 高温15到17度 滑东地区来讲的话 多云短暂的阵雨 低温17到18度 高温则是在19到22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白天的天气预报 明天白天来说的话 北部的气温大概是在 14到18度到19度之间 那么天气来讲的话 也属于应有短暂的阵雨的 中部地区是属于晴到多云 低温13到14度 高温24到25度 南部地区晴到多云 低温16到17度 高温可以来到26到28度 日渐温差拉到都有10度以上 那么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短暂的阵雨 低温13到15度 高温17到20度 滑东地区应有短暂的阵雨 低温17到18度 高温则是在22到25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高温17到20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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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温17到20度